再把镜头转回台湾来看彰化县北斗镇万来国小 有一位六年级学生郑嘉燕 他因为罹患了罕见疾病阿姆斯状郑后群 失利还有听力都严重的退化 现在几乎全忙 但他乐观积极 不只常耀老师增加作业 还获得了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彰化县北斗镇万来国小六年级学生郑嘉燕 获得总统教育奖 郑嘉燕因为罹患罕见疾病阿姆斯状郑后群 失利与听力严重退化 现在几乎全忙 但他积极乐观 又忙人点字教材学习 有时候甚至会要求老师增加作业 希望能多练习 为未来多做准备 嘉燕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孩子 有时候我们担心他学习太累太晚睡 就会偶尔不给他作业 但是嘉燕反而会到资源班来要求老师 要给阿 他这样子的好学精神让我们非常的钦佩 我如果说没有爸爸妈妈要自己走进来 要走到学校里面去 要先找独立 被师生称为逆光天使的嘉燕 喜欢不靠别人自己住着拐杖走路 他要求学习进度要和同学一样 几乎每学期都会拿到奖状 他也决定国中将要到台北起民学校就读 希望探索更多采多姿的未来 联合报记者林婉玉张华报道